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如果没有血运的话股市会涨更多甚至会涨破9000点 所以看得出来马政府这个以伤逼正的态势是相当明显 不过换个角度马总统马上就换了一张脸 他说在武克方面他说不论你是在进攻立法院或是进攻行政院 都已经涉及惠损公务还有强占公署还有妨害公务 一切绝对依法处理 所以我们看到在每隔几天之后 检警是大规模的侦办了包达205人 包括了学生民众而且传票通知书是满天飞 而林飞凡今天就说了马总统根本就是在秋后算账 所以金普冲出招呢 这一次到底是对学映来这个炸弹来进行拆解 还是来加深对立还有待观察 而今天林飞凡也对于马总统司法迫害 有了最新的说法 带您听听林飞凡怎么说 马总统他对我们做的这些这个司法的手段 就是说想要企图追溯同学 我必须再一次强调 恭敬立院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法律的行责 我跟陈维庭我们两个会先扛起 那这个部分也责无旁贷 但是我们不容许的是马政府继续对其他的同学进行滥诉 几乎是回复到以前过去维权实习的这个做法 马总统做的事情我觉得已经不是修后算账可以形容 他在做的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报复式的行动 来 先问一下天宁 现在马政府是什么 开始已经开始在清理战场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一张 这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大发出来的通知书 以上 发了205张 像这一张 是一个阳明大学的这个学生 约谈时间就是今天上午 9点就开始约谈了 他特别注明 你不来的话 我依法就集体你了 所以现在一方面怎么扣这么大 所以你以后来当中就抗议了 你就办我们两个人就好 为什么办这么多人 所以他说马总统 你刚讲他们就开始办了 你这不只是秋后算账 这是清理战场已经开始报复了吗 我想马英九跟他的团队 治国无法无法 可是在整学生 这个招数很多 我记得几天前在柜台这个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刚刚传出说 马总统正要邀请这些学生 好好的会谈 那时候会谈 结果是一个飞 拿了一个邀请函 去给人家很没有礼貌的一个作为 然后你看这几天有发生什么事情 私下用那种手段 跟黄国昌教授见面 然后还放消息等等 除了这两次 看起来还稍微有要谈细节之外 你有没有看过任何一个 马政府他的团队 有诚意要进去跟学生说 我们来洽谈什么样的时间地点 怎么样来进行沟通 都没有 我们看到的是白狼这样的一个暴力 真正的暴力行为 我们看到是这些船票 我们看到的是 刚才这个记者讲的文攻武贺 我们现在不能够晓得说 你当家的这个执政者 马总统你到底是要解决事情 还是要制造事端 我们先来讲暴力好了 这些船票里面把学生讲的 一副好像是那种叛乱分子 那种戒严的心态 讲残战公署 这个早就不存在的法律 我们在看到的是说 要用各种的依法来处理他们 甚至今天下午 曾永泉的记者会 再次的重申这是一个什么暴力的 非法的行为 我们要问问大家 什么叫做暴力 我们看到学生 不管是去行政院 还是在立法院 都是双手举起来 都是双手握在一起 并没有进行暴力的行为 他们是强占国会 没有错 但是他们也愿意负起法律的责任 可是我们看到白狼这群人 下午的那四个小时 是可以让一般的民众 跟家长看的那个画面吗 那种脏话连连 然后标脏话 动出手 把那个学生 然后说拍戏 拍戏 这样一个行为 结果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竟然说 那叫做路过 好 现在议员要求了 那是一个交保的嫌疑犯 你也去查查看 他在哪里吗 对不对 结果找不到白狼在哪里 这些学生乖乖的在立法院里面 等着你的船票来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这是严重的双重标准 那这严重双重目的是什么 在我来看 他没有要解决问题 他已经没有要对话了 这执政者 他根本就是想要利用 这些学生的学运 来拉抬他自己的 召唤他自己深蓝的群众 他故意制造这样的对立 制造这样的冲突 好像的一个胡啊一样 拿起那个符咒 去召唤深蓝的群众说 你看我现在被欺负了 跟我站在一起吧 因为我只有9%的支持度 那至少支持福茂的 深蓝的有两三成吧 那就比他原来支持度还高 可他付出的是全国的代价 所以我觉得今天下午 曾永泉也好 杨敬天也好 两位秘书长 你不应该出来 开这种形同宣战的记者会 你应该是走进立法院里面去 很正式的跟学生的领袖 学生的代表 正式来谈谈看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退场机制 你们的声音 我们该怎么来进行 最后我要提的是说 这些学生跟白狼比起来 那当然没得比 跟贵为总统或金普联合比起来 他层次又高很多 不像龙英台讲的那个样子 小儿科 为什么 他正式提论 看林北凡这几天讲的都是什么 为什么要开公民宪政会议 因为我们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总统的身上 部分政党都一样 可不可以召开宪政级的国师会议 我们一起来讨论 怎么要让制衡机制发挥 怎么要避免说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红三军 而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其他反马的势力上街头 我认为这样的高度 马总统从来都不考虑 都用经贸什么国师会议 或者用一种完全没办法监督的 所谓的条例送进来 我认为这些部分都在刺激学生 很多人问说那学生最后怎么退场 我认为学生的意志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那里 学生的意志并没有因为你这样子的消灭 我认为他们的意志更加的坚定更坚强 我认为你是个主事者跟主政者的表现 令人太失望 金兰 封传美这个报导是蛮内幕的 而且东西讲得非常的明确 他第一个时间点都定了 金普聪马上就定掉 时间两个礼拜 让他算一下 大概是中旬 整个清场就结束了 第一个连底线都清楚了 我马上我不会再让了 最多到委员会连底线都已经划出来了 这条红线我不会再划出去了 你看到今天下午更凶了 政统前接出来是什么 就正面宣战 他刚刚很清楚跟你讲 学生你进的国会到现在不测 假民主是违法的 而且这样民进党什么 你还不能躲在后面 你要赶快去处理 等于是正面宣战 他搞的是蓝绿对决 他搞的是选战 今年是2014年的七合一的选举 本来是县市长的一个选举 他的层次本来是 所谓的相关城市治理 还有相关愿景的一个处理 但是今年 沿着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展 他已经搞成 今天大家看到了 那个层次已经拉高到 所谓的反马反中跟孔中 瑞士这样的一个反服貌 这样的一个层次 他已经拉不回来了 所以他藉由这个事 加油 加火 加财 让这里面形成双方的蓝绿对决 我必须这样讲 白狼是要威吓的 威吓什么 让去立法院跟相关要静坐 相关的能量再减少 那刚刚讲的205人移送法办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威吓 他不断地在掐脖子 让去静坐的学生的能量再减低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旁边的住户 透过民意代表出来说 我受不了了 其实这个协商 3月25号就协商过了 但是今天又再次出现 告诉你我受不了了 他在削弱是这些学生的一个正当性 他在告诉你的是什么 他在告诉你 你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这个状况很清楚 因为今天还看到了行政院送出了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那个就是一手拿着一个棒子在这边打 一手在这边 似乎有给相关的红萝卜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说他在这里是名识不相符 那个名说得很大 但是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形式化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里面都在做一个状况 马英九总统告诉你 我大门永远开着 我永远希望你们过来总统府对话 这个形象是做出来的 不相信的人绝对不相信 但是有一批人 他一定会相信 所以他形成的那个对决的状况 蓝绿对决的状况 在这个轴线上已经拉出来 我必须说 当百分之九的这个支持度的马英九 他如果搞蓝绿对决 最便宜形式的就是让他 扩大基础成百分之五十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策略非常清楚 你再去看张庆中 主持人看张庆中这几天的表现 大家都说他老实 然后大家看到他被谁欺负 被陈维庭 被这些学生欺负 看起来我很无辜的样子 他会被激起蓝营的支持者在这边 让大家觉得说 不然你还要怎样 不然你还要怎样 所以我认为他没有要解决问题 他是要把整个的选举的战线 拉到年底 十一月二十九号 还有八个月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蓝营归队 然后让绿营站在一边 蓝绿一切割以后 就是蓝绿对决 他没有不分蓝绿的 在这里面要解决问题 他也没有所谓中间要就事论事 没有 他直接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全面性的 大家各自归队 他像红旗 红旗一摇 那个斗牛 牛就冲过来 所以现在开始 他拼选举 他拼他的政治权力的保卫战 他全面的没有要解决问题 服貌不是重要的 但是选举是重要的 他的权力保卫战是重要的 而且笑死人了 白狼已经站在宣传车上 拿着这个麦克风在那边喊话了 你说他是路过 那这些学生难道 他们的抗议 不能也叫做路过吗 然后你现在约谈了 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且今天有学生了 接受访问的时候讲 他说他收到通知 但他吓一跳 为什么 他说现场警方 根本没有去问他个人资料 怎么会知道他是谁 所以警方如果动作这么快的话 是不是赶快告诉我们 打人的那些警察是谁 那你动作应该更快揪出来 而且我好奇的是 金普冲两个礼拜之内 他说要清理战场 这个时间表是怎么定出来的 认为马英九最坏时间过去了 他们认为的马英九 最坏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那天50万人上街头 那个要黑鹰保护 要各种的一个 所谓的巨绒铁马 在这里面做了各种保护 330那天50万上街头的 那个黑潮 让他非常的害怕 但是那个黑潮迅速的 离开了以后 他就放下了心头的大石头 所以他就部署了 你不要忘记 3月31号他马上就召集了 相关的工商团体 就发动了工商团体在这里 你说我们要估经济啊 大家不要把台湾搞砸了 然后他就答应了一个经济国事会议 他在这里就释放了 他就拉拢他的群众在这里面 4月1号新党出来抢票 我们看到白狼也出来抢票 这一路上都是在做什么 在做反攻 都是在做蓝绿切割 一路上的威吓 这里面在威吓学生 让家长也会害怕 说你不要再上街头 那害怕会有生命危险 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会害怕 会啊警察 怎么搞的 我有相关的资料出去吗 没有啊 那我要被约谈 会不会害怕 会 心生害怕以后 再加上这几天连续假期 如果天气一不好 这中间所交叉出来的 那个恐惧的阴影 都会笼罩在立法院 都会让学生运动在这里面 能量降低 他也在削弱他的正当性 在这里面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学生运动变职了 这个学生运动 不能再挺下去了 他们应该在这里赶快回家吧 他做的手段就是这样子 直接而然的在这里面告诉你 他是违法的 你不能再支持他 他用了非常多的暴力手段也好 不管用了各种威力手段也好 就告诉你说 懒得赶快归队 他们不好 他们不是正确的 他们不应该支持了 到此为止 他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切断非常清楚 来信一下伟三啊 你有没有接到这个 说两百 两百个人被检警都传唤了 你们现在怎么 大家有没有非常非常担心 我看今天另外讲的很重啊 这什么秋后算账 这抱负已经开始了 我个人没有收到 但是我母亲今天早上就来电了 问我说 是不是有这个现事情 你这样的行为 或是在那边支持的行为 是不是一种很令人 就是让家族的人 每个人都很担心 原本他们是支持我 但是你知道身为人母 对 一定会担心孩子在那边 就跟张安乐先生来一样 很多妈妈就跑上街头 就为了保护孩子 那你说这种船票是不是威和 某个程度当然是啊 因为东西不是拿给学生本人 都是寄到户籍地 给妈妈 给爸爸妈妈签收嘛 那你对于做那种 做爸爸妈妈的心情 要怎么样接受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并没有错啊 而且立委应该就是要福音名义啊 代意识的这种效率性的追求 不是拿来给张庆宗这样用的啊 证者本来就不需向不证者低头 那我觉得就算现在有接到船票 可是 我相信司法自有威信 检察官一定会有一个明理的判断 因为毕竟只要要有获得 胜诉的可能性 检察官才会正式提起起诉嘛 那我相信在这段过程中 司法 你有法律的人 法律界的学者 法律界的学者 交出来的这些检察官 一定自己心里有一个心证存在 我觉得学生就是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韦珊你是说妈妈在担心的 白狼的事情担心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事情 又看到很多人又接了船票又担心 妈妈有叫你回家吗 妈妈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要告诉传达你说 这是我的担心 对 不过这个父母当然都会担心 哇将来我孩子 如果有前科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要请教这个吴珍啦 那现在他们已经动用国家机器了 其实这个约谈就是一个动作啊 那对你来讲 真的真的会影响到你吗 而且他们两个礼拜内要清理战场 你觉得你们这两个礼拜要怎么应对呢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引一段 因为我本身是台下正习学生 那其实像江一华院长 以前也是我们系长教授 我想先引一段他的话 那相信 其实这段话应该很多人听过 就他以前曾经宣称说 那一个如果一个体系宣称 他自己是个民主体制 但是他对于体制内成员的诉求 都没有去回应的话 那么这个成员去抗议 他就具有正当性的 而且这个抗议正当性的多管呢 就跟这个体制 他对于人民诉求 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的 那我觉得回顾过去 从学院开始以来 几个礼拜 马正反应呢 那我觉得 马正反应是相当的麻木不仁 所以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正当性是 如果照江军长号来说 绝对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们也看到 马政府拥有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在手 他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他可以派出震报警察 他可以派出水车来镇压我们 他也可以使用 去叫检调来一个一个办 来威吓我们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工具 上下也可以叫 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就是明明就没有问过个字 但是他就可以知道 就是用这些 可能国安局的监控的手段 让大家搞得人心惶 这样 那相比之下 其实我们的手 我们能做事 真的其实不多 就是我们只能 试图就是守在异常 然后是想要唤起 社会大众对这些事情 关注 然后希望政府能回应我们的诉求 曾我问你一下 我看林辉反今天老讲是生气的 他直接讲说马总统不只是秋后算 这是暴富 你觉得真的是 马总统已经展开了 整个反扑甚至暴富吗 那么同学很多人介绍这个 你们现在内部反应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很紧张 是 应该来说 我相信很多同学 其实都是蛮紧张的 因为 毕竟是 这是一个正式的 司法的举动 那 至于是不是暴富的话 我不确定 我不会用 可能我不确定 要不要用这么强烈的字眼 但是我相信 这是的确是 马政府对我们展开 施压的一种手段 希望我们去妥协 那还有像是刚刚讲到 辛普冲说 要在两个礼拜以内 来解决这个整个事情 那我还是回应到 我刚刚的诉求 两个礼拜以内 我们并没有很反弹 但我们希望 两个礼拜以内呢 是这个政府 来可以展开 成一跟我们对话 来回应民意的解决 而不是企图使用 高压手段 就是逼迫整个事件 整个事情赶快落幕 然后去否定 这些社会上民意的诉求 利宏 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起来马金 他现在是反所为攻 他之前是什么 你学生攻 我就跟你谈 对不对 结果他今天 连续射了好几支箭出来 你看学生 拿到这个 光是今天 205个里面 听说光是今天 至少约谈了5个学生 这学生之间 在传开 光是要去行大报道 跟你讲 你不来的话 我就拘提你 你看那个压力有多大 然后第二个你看到什么 曾永泉 已经多久没有出来讲话 国民党多久没讲话了 出来讲话 七点声明 每个都是重疾 就是硬碰硬碰硬碰硬 所以他已经反所为攻了 pose你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自己直动可以清场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学生要对抗国家机器 本来就不容易 对 自古有所谓的民不与官斗 因为国家机器 它掌握了 人民纳罪前所 培养出来的军队跟警察 它的设备 本来是应该保护人民的 但是 它现在却听命于一个 所谓的独裁者 或威权的 这种政府领导者的 这个命令之下 所以要对抗国家机器 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 走到今天 我觉得学生 其实他已经达到 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效果了 为什么 我昨天讲 其实你看得出来 本来民进党是难以 阻挡 马英九的 未来的 包括服帽 货帽 这一线 接下来的一连串 乃至于马锡会 到和平协议的 这一连串的 政治步骤 或者是 中国本来就要用这个 所谓的 已经触统的 这样一个政治 政经步骤 要把台湾慢慢的 就是 收拢起来 要把台湾关进 中国的口袋里头 但是318旋运 它是发挥了 非常大的 踩煞车的效果 好 马英九 为什么现在 包括 新补充 如果 所谓的 两周内解决 那是属实的话 其实我觉得合理 他们为什么要 急于解决 为什么 明明50万人上街 他要在 昨天跟今天 非得安排 省服帽 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 他的政治的动作 他的政治进程 他这一台车 是被学生 踩了刹车了 刹车被踩住了 他车速放慢了 怎么办 他现在 另外一边 催油门 加速 对 他另外一边 要催油门 他试图把这个 刹车 把它摆开 现在 马英九 在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 他当然要尽全力的 要对学生施压 你看 今天包括林玉芳 把这个立法院周边的 姓副理的里长 还有十几家店家 然后找出来说 他们生活受到干扰 这是属于周边 这种居民的不满 股市 好 现在 曾明中自己讲 如果没有学运会涨破九千点 好 会有股民认同啊 会有蔡兰卓认同啊 对不对 连阿土博都说 对哦 如果没有学运还会上一万点啊 是不是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属于 股市 跟所谓的周边居民的层面 好 接下来 政治上 曾永泉干嘛开记者会 曾永泉开记者会的目的 还是一样拨录音代码 把马英九这几天的立场 再拨一次录音代码 好 这样一话也要开记者会 好 马英九 他一再的发声明 所以 党政军 经济 民生 以及 司法 他现在全面的 每一个步骤全面启动 他目的就是要 想把这个刹车皮拿掉 想把这个不听话的刹车皮拿掉 他有他的压力 说实在的 你看我们学生素质多高 不管是伟三 不管是吴征 你看那像吴尊一样 我们现在的学生 素质高 说实在的 我二十郎当岁 我叫我坐在 对 叫我坐在这里 讲话我讲不出来的 我可能也没办法 把我的意思 传达出来 我讲话可能会逗 但是你看我们这些学生 表现得多好 每个都大将之后 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以你们为荣 我真的以你们为荣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是一个 没有自信 但是呢 他又很自私的一个政府 马英九 他心心念的想跟习近平见面 但是你要知道 318学运 不只是台湾而已 它让中国政府 非常的担心 因为它担心 北京 以及中国统治底下的 这个社会 它受到台湾的 太阳花学运的影响 在中国也掀起全面性的 这种所谓的学生 或社会运动 中国担心 香港也害怕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发挥了 让中国跟香港 这个中国人统治的 共产党统治的这些区域 他们认为说 我们要更加的 对于这种社会运动 要为安 要掌控 所以各位 你看 广东冒名 中国广东冒名 不过就是民众 去抗议 PX厂 就是那种化工厂 那个无毒无味 但是呢 无嗅无味 但是那个非常毒的 会影响环境 会影响人的身体的 这种化工厂 当地的居民 只是反对这样一个化工厂 但是你想想看 到后来的画面是什么 各位 开枪啊 中国公安军警开枪啊 再看一下 这是他们派去的 他们派去的装甲车啊 是 军警公安 从装甲车上面开枪啊 这些都是 都是后来 最近这两天 传出来的画面啊 已经十几死啊 几百伤啊 你说看 中国过去 说实在的 在冒名之前 其实广东 在这之前 也曾经有群众抗议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开枪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 军警选择开枪 告诉各位 因为 318血运 让他们担心 星火燎原啊 是 好 那中国用这种方式处理 你说说看 对马英九来讲 有没有压力 中国都立刻把这个冒名的 这个反PX场的 这种社会运动 都立刻用开枪解决了 那对马英九来讲 那今天几个小 对他来讲 可能小屁孩在立法院里头 我无法解决啊 那对面对北京老大哥来讲 马英九 颜面要摆在哪里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全面性的 来推动对学生的施压 说实在的 我当了记者之后 我大概28岁 当记者没几年 收到第一张法院的船票 各位 我那时候年纪都比你们大 我吓死了 他就吓死了 我说马英九怎么收到一张船票呢 很紧张啊 所以我相信 收到船票的学生 以及他的家长 台湾人多数是善良百姓啊 但是各位 你知道我现在收到 收过几张船票 我也不想算 但是现在我到法院去 我可以跟 对照的律师 或这个 这个 这个诉讼代理人 我可以跟他辩论 我可以跟他吵架 我不会怕的 所以各位 三则公成两一了 我觉得学生运动 今天 学生有这么高的理想性 他们愿意为社会做出 做出牺牲 我的压力也很大 压力真的很大 但是 我真的感谢你们 我们这代没有做好 真的才会让你们这一代 必须要用这种牺牲的方式 所以辛苦你们了 真的辛苦你们了 所以你看看力宏的反应 我就要请教罗委员了 其实老百姓的反应是什么 白道打完人之后呢 打完学生之后呢 换黑道 黑道出来恐吓之后 现在又换白道了 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约谈的一个动作啊 坦白讲啊 确实是会吓到学生 没有错啦 但是今天就算你把 一场清空了 你用这种方式 到底马英九能够真的 增回你自己的主导圈 你的政权从此就稳固了吗 还是会激发反弹 还是真的 就像他们的策略一样 你真的激起蓝绿对立 我想那个在台湾 还是个华士的国家啦 你不管你的动机 是多么的 多么的一个震荡 多么的一个存正 可是你换的话 你就要处理 当年红山军 红山军走上街头 反贪胡倒扁 到最后也是 我们也是收了很多传票 还是被起诉啊 还是要走到法院啊 最后 甚至于政党轮替以后 还官司打了好几年才打完 我是认为说 不管你是白道或黑道 包括你说张安乐 白狼 带领了那么多人 到立法院去那边 唱一唱叫声 那有没有违反的 即会游行法 那当然要同一个标准 假如是违反的话 你政府你就不应该 后来有几个帮拜分子 就跟他去都被抓 这几天被抓去 对啊 所以就是一样处理嘛 因为国家的法治是一套标准嘛 今天你说这些学生 他们有没有去进攻 进攻那个行政院 有没有去侵入行政院里面 有没有去破坏那些公务 有没有 有嘛 那你说警察打人 那警察打人对不对 有没有防卫过当 或有没有过 那这个也要办嘛 我这些应该 正在同一个标准啦 那至于说 好 你办了以后 那怎么处理 包括上次那个洋鲁门事件嘛 那个白米炸弹客嘛 当时他是为了抗议 说哎呀 我们政府对于农民的权利的 没有维护 对于农民的一个 一个补贴不公平 还有中间的剥削 他是反映出来 那些基层的农民的心声 可是他的出发点是善良的 出发点是对的 可是他用的动作 对不对呢 不对 他用炸弹去恐吓人家 用炸弹去放在一个地方 后来他讲他判刑了嘛 他还是照样判刑 可是后来是什么 阿扁特赦他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 国家就是那么一套 划在那个地方 任何人都适用 包括总统犯罪 也要去坐牢嘛 不是那你被农生的同时 警察你被农生的同时办啊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那今天你要公平嘛 那你在公平之下的话 当然人家会质疑说 你为什么只对农生呢 尤其那些警察呢 尤其是白狼啊 这算是那群人嘛 所以应该在同一个天平之下 大家共同来处理嘛 所以你就是因为 你现在先办学生 那也许是闲人去冲 那个行政院 日期比较早嘛 那白狼是这两天的事情嘛 后续我们还要再监督 观察说他有没有去做嘛 包括那天打人的那些警察 有没有维法嘛 那都要把他揪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监督的地方嘛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 去看说 你只有办学生 那你其他那些人 你都放纵他 那你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的话 那当然你 马总统 你就会被人家 讲说被人家诟病说 你就是怎样 你只会被这些学生 秋后算账了 我经常在讲说 一个 一个为政者 要用以德服人 觉得不可能用那种威吓恐吓 因为 如果体制内能够解决 学生会选择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去做吗 不是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体制有问题 我们才要走上街头 如果你说 马英九这种党政国政一把抓的人 我们已经明显的发现 我们国家宪政有这样的问题 那检察官是隶属在行政院下面的 他可能 马总统 曾永泉都说 人 我们这些人民 这些学生 我们强占国会是不妥的 他是不是在下指导期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敢这样子 这样子影射这么过分的言语 但是你会不会让人家这么想 如果体制没有问题的话 学生会选择走上这样的路吗 那就是因为体制有问题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嘛 我们才要来讨论啊 真正的以德服人 是他坐下来和我们谈 包括就是我们要谈到 比如说杨鲁门 或是当时的红三军 大家还是一样华丽要走嘛 那自己 如果福报的程序 一切经过人民的认可 那就没事嘛 自己要怎么处理 今天福报跟杨鲁门状况 是不一样的嘛 杨鲁门也是认为说 他的一个体制不合理嘛 那好像我们这样违法 那国会议员确实也违法啊 不是啊 那你国会议员违法什么嘛 我是认为是这样的 你们滥用人民相信你 赋予你们直接的民意 你们滥用这样的 代义民主的制度 让你们去听从党义 马义却没有听人民的声音 这不是滥用吗 代义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就是服从民意 你们所谓人民的声音 难道就只有你们的声音吗 难道就没有别人的声音吗 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 批评这个东西 要很公平来讲 当然 我一向 我一开始我也是说 学生他们我们很佩服你们 你们把这个议题把它签出来 大家来讨论 可是 就于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的行为 我们到底要是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 怎么样 来那个的话 那这个东西 你还是有一套 法律的依据在那个地方 法律的依据在那个地方 董委员 总统讲完马上接到罚单 马上接到法院的传票 这个动作太让人家连结了 你今天就说 我讲说 你会不会是因为法院的传票 传单或者调查 他绝对不会说 总统讲了以后 他马上就去查这些人的那个 他们一定是有一定程序 也许说 刚好碰到总统讲话的时候 就碰到接到传单 你假如说 国民党大多讲说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很多的判决 包括我们的检查总长 大家那时候不是一直在讨论说 检查总长怎么可能会被判有罪啊 一定是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啊 我是觉得说 我们司法单位 有司法的一套方法 那至于这个学生 我都建议说 假如将来真的是那个 那是不是 我们可以来要求说 总统有特色 或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等一下 胡大哥 事实上 胡大哥 事实上 像林飞凡跟崔廷他们都讲 他们进去的第一天 他们就有心理准备了 事实上法办大概就是 整个法律的过程里面会有的 那我们现在只在问 总统 或者是整个检调体系 需要这么快吗 需要这么快吗 两斤现在不是在和谈吗 对不对 你现在不管是清理战场 你现在两边还是应该有三亿 需要这么快吗 那为什么马总统讲了 马上就办 你就不会让人家有些连接点 甚至有人直接就讲了 那白人的事情还没办 你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急啊 刚刚苏列委员 我应该没有听说 他说 有犯罪 寻求总统特色 我如果学生说 我犯了什么罪啊 犯了什么罪啊 国会不是属于立法委员 国会属于全民的 我对学生这样说 请容许我讲完 心头了知 你不怕笑话做红胎了 我的人生历练可能比你们多一倍了 第二 爱里没有恐惧 我从来不认为学生有恐惧 但是我们要寻求解决问题 一 再复杂的事物 也要寻找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第二 我只想对人民讲 不需要对马上通讲 我们怎么解读318 谁 那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简单讲 这是一个网络世代大反扑 我今天收到一本书 它是欧洲年轻人 这是台湾年轻人的写照吗 书名叫做 被卖掉的未来 作者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 叫做戴安克尔 他提出几个指控 都在封面 这个世界对不起年轻人 我觉得律庸兄刚刚讲对了 我要说 我们对不起年轻人 我们对不起30岁以下的人 因为我们努力不够 那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进国会 不是吗 苏洛委员 你应该跟我同样态度的 第二 这位经济学家说 欧洲年轻人 房子买不起 薪水没有涨 不敢找退休 为什么 环境 经济问题 根本是政治问题 所以这种是结论 社会 经济 政治的改革 才是解决之道 胡冒 只是一个引爆点而已 我昨天特别提出一个解套 我看到今天彭博 捧问这个林飞环同学 找退场机制是大人的事 而不是学生的事 我希望成熟理性的大人们 一起来解决问题 一 其实社会慢慢有共识 只是这共识还没有行结 第一个 我也要公开呼吁 把胡冒协议 退回行政院 而不是退回中国 退回行政院 马凯教授讲最好了 暂时冻结 第二 先审议 两岸监督机制的相关法案 这合理的啊 我来找一个证明 这一天我为了寻找说 到底两岸协议监督机制 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我看这本书 还知道是 宋淑毅先生 昨天我把 因为他是我们国内少数的 在2005年 所谓的破冰之理 跟胡锦涛对谈的 他谈了以后呢 我把他的结论 这本书有引述 我觉得 这是来自一个泛南的领导者 宋淑毅的建议啊 这是05年提出的哦 我觉得这三个原则 大家一起来参考 一 参与 台湾各政党应依立委 得票比例 组成特别小组 共同参与两岸事务 很好啊 第二 透明 我们要求的 与对岸协商议程应透明 让社会大众了解并安心 学生不是要求这一点吗 对 第三 监督 所有与对岸商议所签署的协议 应在立法院监督下完成 立法院应保有最终审查决 很好啊 我这是我昨天偶然看到的 我公开呼吁 宋主义主席 请你走到国会议堂 跟学生说 我制止学生 这样你才是把你的理念落实 所以行政院今天提那个胡大哥 今天行政院提那个版本 就把这三个纳进去就好了啦 参与透明跟监督嘛 我觉得喔 我根本不想对总统或行政院讲 碎碎练 跳针不断碎碎练也不重要 我只对学生讲 我最近刚好读了这个 曼德拉传 反正你们有时间啊 可能有两个礼拜 把这本书读完 曼德拉传 两句话送给你们 如果你们完成 你们就完成了 曼德拉这样说 是学生需要的啊 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 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 不是吗 进了一坛了 还有更大山来了 二 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 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你们过去在学业里面 在温室里面 要学会接受草原的天打雷劈 船票 我再说一次 我经过七张船票了 就是七个勋章了 船票就是勋章了 好 讲结论 这是一个网络世代的大反扑 正如电视标题下台 就年轻人的村啊 不在墾丁啊 在地 在国会建堂村啊 二 我要对学生说 政治只有实力 谈实力 逻辑感情都不要谈 实力就亡道 绝不退卸 正如王金平院长说的 国会自主 国会电堂就是你的避难所 王院长你要坚持 第三 我要警告这几个学生们 接到传票问题不大啦 我早就注意到了 连法院系统都对马一九大反扑啊 人家不听你不甩你啦 我举两个证据啊 王金平两个假主任跟党籍官司 胜诉来败诉 请问 检查总长黄世民今天辞了 他胜诉来败诉 法院难道他不会自主吗 国会自主 立法自主 法院司法自主 我要讲结论就好了 我要对所有天下人讲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啊 一定要站在正确历史一边的 这是我们的年轻人啊 我用戴高乐的话 英雄的神圣赌博啊 我赌学生一定赢 为什么 时间在年轻人这一边嘛 马英九 金普超 你再有权力只剩两年啊 我早就预告啦 马英九你不赶快出国 你或者被陈水扁的郁游 或者被人民推翻耶 只有三条路耶 还敢应用权力啊 这一点 我公开支持 我当然不像那个李永修那么感性了 但是我很理性说 我们一定要跟学生站在一起 我今天提到两个政治特务 王金平院长你要固守学生 宋楚一先生 你是第一个提到两岸监督协议的 你是开创者啊 你要走到国会 跟学生站在一起 所以说我真的要办学生 能不能不要这么快 范围不要这么大好不好 205个人 是不是重点是什么 标准是要一致的 白党到底没办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 黄国昌黄老师周英赛我们的节目 他认为标准是非常不一致的 他一度都已经哽咽到 也没办法讲话了 我们看看他的抗议跟控诉 好不好 我心里很难过啦 我讲我为什么心里难过 3月17号 张庆忠做了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掌握权力的人 有人积极的护航 耳手称气 有人担心自己个人的利益 他未来可能没有办法被提名 或许有批评 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作为 想要去改正他 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做了这件事情 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他们扛下了 他们是一群没有权力的人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勇气 他们所展现出来为台湾社会思考的高度 远远高过了 这些掌握权力的人 我为什么难过 当这个国家掌握权力的人 不是抱着权力的大腿 比较不堪的 比较消极的就是想着自己的权力如何维续 对比这群年轻人做的事情 真的一点点惭愧都没有吗 第二件事情 我刚刚看到方瑶宁先生 在为白狼先生辩护所讲的话 我心里更是感慨 10月8号晚上 针对马英九总统 他所搞出来的毁线乱证 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的事情 我跟非凡 韦庭 魏阳 我们都跑到总统府前面 晚上11点 我们没有开大卡车去冲撞 对 我们只有拉布条 我们甚至也没有宣传车 那当然更不会在总统府前面 说出像 白狼先生那种不堪入尔的话 我们说明了 为什么我们认为马总统毁线乱证 为什么这个政府必须要有人 为这件事情负责 那 方瑶宁先生那天晚上也在现场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举了三次牌 用很粗暴的手段把我们拖上了证报车 开车到野外去丢包 结果现在这一些我姑且 黑道也好 更生人也好 曾经畏罪潜逃中国大陆被通弃 回来台湾还要经过特殊安排的人 帅了一群人 在那边用那样子的字眼 那当然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当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每个人也有做小丑的自由 面对那样的行为 警方有举牌吗 他们所造成的公共安全危险的程度 会高于我们吗 但是方阳宁先生 他不仅不举牌 不警告 诸多回忽之词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警察 是如何在面对所谓的更生人 或者是黑道大哥 或者是曾经被通缉 目前还在交报 进行审判程序中的人 跟另外一群学生 那这样子的执法态度 我们当然知道 基层的警察都很辛苦 我们在立法院跟那些基层警察聊天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是什么样的权力结构 让一个掌握警察控制权的分局长 做出这样的差别待遇 我们先请教伟山 伟山一边看我看你一边都在哭 是什么很心疼还是觉得说 怎么执法这么不公平还是 就是执法这么不公平 就是行政权明明你是一个 可以为大家做事 大家也愿意信任你的人 那为什么到最后 现在有走到这样的地步 让大家都对你们也产生了不信任感 那很心疼 因为很多 你看看行政院那天有多少学生 或是多少人 甚至在中山南路上面 这么平静的 也没有靠近立法院 就是行政院周边 却要被水车这样子喷或是赶 那我不要说黑社会老大 当然也是有言论自由 但是其他一般人民 小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呢 有没有人愿意倾听 尤其是当权者 你愿不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宪政政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经贸或许也有问题 或许我们国家已经很久 经济没有成长了 但是宪政带来的问题 就是宪政的问题导致 你这执政者 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会导致经贸问题呀 如果你是一个以德服人人民爱物的人 我相信你633的承诺早就会达成了 对 想先对刚刚罗伟员还有胡大哥的话 做一些回应 那我觉得罗伟员刚刚传达意思经很清楚 他就认为不管怎样 既然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大概都应该要守法 那这一点我同意 但是我也呼吁罗伟员说 我们不应该流于只是一个形式主义 那法条如果我们只是图具形式上的法条 但是他却尝试背后竞争 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是法律系列 所以我不敢说我对法律很懂 但是我想法律的意义不就是应该保护弱势者 彰显社会公平争议吗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站出来 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呢 就是因为 就刚刚伟三讲的 就是因为程序内的体制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看到张庆东委员 他用这样30秒的事件通过以后 我们看到体制内 程序内有什么反应吗 江院长说 委员辛苦了 然后马总统也说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也看不到 司法检查单位有任何动作 我们真的感到很绝望 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内 程序就是走不通 就是让我们这么绝望 所以我们才要站出来 那就像刚刚胡大哥讲的 说 行的正做的直 那我们也是抱持这样的信念 我们所有的人 不只是 不是不只是我们 或者是林飞翰或陈薇庭 就是所有参与这次行动 不管是 一场内一场外学生 还有礼拜天上街来参加 游行的群众和学生 还有任何其他在 台湾全国各地 声援我们的群众 我们都基于相同的信念 来参与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导正这个社会的不公义 所以我们才会一起站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挽救 我们国家的未来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才会 一直来参与这些行动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要讲 刚刚罗伟源说 同个天 一直呼吁说 同个天平 同个天平 同个标准 我完全同意 那 但是我想要 也要想要呼吁 这些高位者 不管是 像刚刚罗伟源刚刚讲的 谴责我们暴力的真秘书长 或者是马总统 或者是江仪化院长 请你们都用同 不要用一直不同的标准 你们谴责我们暴力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暴力事情 我们打伤过任何人吗 你们看着警察 拿警棍朝学生头挥下去 然后学生在地上被拖走 被拉伤 有人骨折 有人脑震荡 然后你们再谴责 我们是暴力的一方 你们嘴巴上口口声声说 你们这样不合程序 不管法治 那你们的行为 有展现出对于法治的尊重吗 你们心里有展现出 对于民主的 民主的精神重视吗 你们有真的尊重了程序吗 所以我是希望 这些 所有人 对 没错 就像罗伟源讲的 不要再用双重的标准 请我们站到同个天平上 我最后用陈卫廷讲过 一段话做结 那就是陈卫廷讲过说 请这些掌权者们 不要对你们这些掌权人 不要对自己如此的宽容 然后对我们这些无力者 如此的残忍 我们这节目三年 将近三年 很少看到像 甚至连地口 整个眼眶都是红的 大家显示那种无奈 所以在上位者 特别是总统 他到底有没有感觉到 人民的这种无奈 总统一直在解决问题吗 现在我觉得在议场里面的学生 他们从会很体会到 这个政府他们现在是 用尽所有可能的手段 要把他们从议场内赶出去 不管是文攻武贺也好 我们真的是感受到 整个国家的力量 完全是灌在这个议会 昨天国民党 今天国民党做出了七点声明 其中有四点不断地在强调 学生是违反占领议会 所以他们不断地去放大说 在第一天攻进立法院议场的那一天 可能有玻璃破掉 那可能有一些椅子被搬动 那在玻璃破掉 跟椅子被搬动之外 学生就是做好 已经做好自我的克制 我们是和平理性的 大家占据在这个议场 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可以否定这一点 可是我们看到马英九 江仪化 他们是不断地把学生 现在在议场内 他们不断地去放大 那占领议场 他是在刑法上是什么罪 从其量清楚住宅嘛 那可能在跟警察推及的过程 返害公务嘛 一年以下跟五年以下 可是我们看到马英九的信息 他是怎样 他在昨天 他是怎么是说这些学生的 他说他这些学生是 占领公署 哇我的妈呀 占领公署 这个是在戒严时代 惩治盗匪条例 唯一死刑 这个是马英九 他在面对这些学生 他们是把他当作盗匪 在戒严时代的盗匪 他是弄出来是故意在吓学生 故意吓他 故意吓学生啊 所以是文公武后的一个方式嘛 然后今天大局的传唤 205个学生 你要知道哦 这些学生 他们现在都忍住在议场里面 谁会接到船票 谁 学生的爸爸妈妈 当他爸爸妈妈在家里接到船票的时候 他这十几十七千来 他没办法看到他的孩子一面 他的心里会多么的紧张 会不会用各进的手段 会去跟这些学生开始做一个心理的喊话说 哎 欢迎白人在那里 你快回来嘛 所以他这整体而言就是要削弱 学生在异常里面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再做一个比较 做这样一个205个人去传唤 那回过头呢 到底检察官现在有没有在 有没有开始在侦办 所谓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这一段 有没有呢 在那一天 这个3月24号 在行政院这一些警察 他们没有经过三次举牌 就开始驱离 这样符合他们警察的行为的一个规定吗 那他们对于学生 他们既然学生都是和平坐在那边的 他们用在攻击的时候 是不能打头部的 他们也打了头部 这部分有人在追究吗 没有人追究 到目前为止 对于所谓警察违法驱离的这部分 没有追究 而且将一话还跳出来说 警察是合法执行勤务 这对在新政院那一天的学生 是情何以堪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警察这一段讲到这边 就讲到了黑帮 白狼那天来了 白狼来了 我觉得我觉得在议场 不管在议场那议场 那议场外的学生 真的很了不起 我看到白狼来了 学生竟然是大家 是手拉手拉的手 然后一起唱一首歌 白狼淘淘我不怕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 就是因为怕嘛 真的不怕吗 这个白狼对外的不断地放话 那到了这边结果竟然 最后的定义叫做他路过 然后我要想 如果台北市的警察 中正一辈真的有尬子 马上把白狼带来的人 几个人抓起来 我敢说 很多人一定都有前科 如果这些人有前科 还在这边恐吓学生 甚至殴打学生 这样的话 会不会构成所谓的组织犯罪 那如果构成组织犯罪的话 白狼之前就是因为组织犯罪 一百万交保 他现在还是一个被告的一个身份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已经不是再犯之余了 他根本就已经再犯了 就应该要撤销他的交保 要立即积压了 这部分有没有处理 昨天台元去告了 也不处理啊 是 那我们就没看到 有任何一方面的处理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回归到是在学生占领 议场的本质 基本上我认为 这个意见 已经到了一个宪法的一个层次 就是说 既然行政权是不断地扩张 因为行政权已经扩张到了 他完全凌驾于立法 而且这些立法委员 这些立法委员都变成 马英九所谓的马义立委 他们立法委员 已经没办法发挥 待遇制度的一个功能后 是不是 这个行政权 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反制 所以学生必须要占领议场来做一个反制 是不是在这个福贸协议 两岸监督条例 这部分是不是要透过一个大法官的一个解释 就是基于说法律保留原则之下 到底这个福贸协议要送到立法院 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认为说 要经过立法院的审议嘛 因为审议这两个字定义都不清楚 到底是审查还是备查 还是审查还是备查 讲不清楚 这部分是不是要由大法官 马上来做一个解释 我觉得这部分都是要赶快做 因为现在所有的一个宪政的一个争议 这个真的已经到了 需要大法官出来解释 那这些学生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时候 不要再两面手法 一方面就说 好我给你们这个两岸协议 这个两岸的一个监督条例 我给你这边 然后另一方面就说 又开始召开委员会 然后又要把福贸 从委员会再通过 又要送到院会 这根本就对学生来说 为什么他们到 已经17天了 还要继续坚持在里面 就是因为如果他们现在 从议场里面撤退 那马上就一样嘛 又回到远点了 这个福贸又从委员会又过了 因为国民党挟持 绝对国序一定过 那过了后 又丢到院会 那要怎么办 再冲一次吗 这都不对的 所以学生之所以 还会继续坚持在议会 就是他们对于 这整个福贸的一个本身 他们是因为这个福贸本身 就已经有出现问题了 他们必须认为说 要整个马退回 重新谈判 不过伟山的泪水 倒是让我觉得说 学生展现出来的 他现在确实压力了 然后还有他的疲累 是不是也确实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为什么呢 他们的无奈在于 因为这些官员 他们的表现呢 对学生的回应 如果他是完全不回应 而且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 这个答案真的会无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 包括了这个龙英台 虽然称赞学生 觉得学生表现太棒了 可是呢 他却说学生的思想 是非常的薄弱的 学生说龙英台 没资格讲这个话 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 龙英台跟江仪化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人 我们先来看 以前的江仪化呢 我们也带大家曾经看过 他当江教授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 他说如果一个体系 宣称自己是民主体制 但是他对成员的诉求 没有认真回应的话 那么抗议是有正当性的 哪怕是暴力的抗议 那个抗议正当性的多寡 就跟体系麻木不仁的 程度成正比 但是呢 现在的这个行政院长 江仪化却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绝对不会 对占据国会这种 非法行为表示让步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宣称代表 全体的台湾人民 那龙英台呢 以前在他自己 所写的烟火集里头 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啊 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 就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 你今天不生气 不站出来的话 明天你还有我 还有你我的下一代 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 受害人哦 但是现在的龙英台怎么讲 他说占领立法院的学生 自称是民主的捍卫者 但他们却破坏了法治 思想非常的薄弱 自相矛盾 没有想透 为什么他现在会这样讲 只因为他现在当官了 他是文化部长 我们带您来听听 龙英台怎么说 我说他是一百份 你会爱死了这批年轻人 我觉得思想非常的薄弱 这一次的行动者 他却采用的就是 破坏法治的方式 霸占国会的方式是最激烈的 违反程序正义 那个时候的执政党跟反对者 跟今天八年后 是完全刚好调换过来了 我的立场没有改变 这就是我们的马政府官员 卓氏金飞 请问这样的官员还试任吗 你已经被权力所腐化了 而且你看对照学生 他们现在提出来的诉求 是这么的明确 可是很明显的 他们照这种想法的话 他就跟学生硬告 我现在就是不退让 那到最后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进入拖延战 看比谁的耐力持久 我觉得我想刚刚看到两位的泪水 包括黄国昌老师的感慨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学生 在大艳阳下 下着大雨 淋着雨的这样的感慨 可是我真的身为立法委员 我必须证告这样一话 证告龙部长 包括今天下午开记者会的曾永泉秘书长 请你把你们的张手伸回去 这是违宪的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你凭什么在国会殿堂 又不是你管的 现正上不属于你的权责范围 你凭什么行政院长说 我绝对不会对国会这种非法行为表示让步 你没有权利这样说的哦 是王院长 罗委员 赵委员 国民党团 民进党 台立党团或亲民党 我们有权利这样说 因为这个是五权分离也好 三权分离也好 是立法权 你行政权的首长 你凭什么在这个地方发表这种违宪的言论 更不要说是龙部长 以前我看的烟火集的时候我蛮狂热的 你怎么会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让我蛮难过 那种反动的思想 曾永泉更是什么东西 你是政党的秘书长 你凭什么在这时候对国会 说三道事 你勉强说拜托王院长出来主持处理 我还可以觉得这还适当 你怎么可以讲其他的这些 说三道事的行为呢 我告诉大家 318这个行动的凌晨 到319凌晨 第一次三点半攻进去的时候 我那次的质询 就正式的证实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 请示过王院长要不要动我警察权 王院长根本没有正式下令说 你这冲刺 而很多的委员竟然被警察 以要保护委员的名义 不得进入议场 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想想看 这种几乎戒严跟违宪的行为 以后还要清算的 所以我要告诉同学们 你拿到这个传票 胡大哥说很好 是你的勋章 你根本拿去把它当作包便当 包油条纸就好了 因为未来我们要正式追究的是 马英九这样一话 你的违宪责任啊 当时319那一天 下令警察权的是谁 你到时候会因为这个违宪责任 搞会不会被弹劾下台的 你知道那个严重性吗 那是因为现在他用那种文攻武嚇的方式 他掌握了行政权 若干的媒体的影响力 然后他在这里吓大家 对 我要告诉大家 刚才大家一直讲宪责任 这个很冷门的议题 可是他太重要了 罗委员也好 林国正委员也常来 去讲的话都蛮质地有声的 可是为什么最后会受到一些压制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权力 给总统权力太大 他当然又兼了党主席之后 掌握了很多委员的身杀大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 他会造成的是 你真正 刚才学生一直强调 这个民意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希望你服貌退回 像胡大哥也讲 都有共事了嘛 他也不是退回到老共那里啊 连民进党我们在委员会里面 也是把他退回到行政院而已 都不做 然后连鼠叔不敢签 在这种情况之下代表什么 因为他握有的是绝对的权力 你看看欧巴马 权力够大吧 可是他起码是完整的总统制 他要直接对立法委员负责 国会议员 他要通过法案 他也要拜托打电话给国会议员 现在参议会是民主党多数啊 是他们的多数党党党编 也TPP很重要对不对 他就是不要给欧巴马这个政府 他同党的哦 那样的一个快速谈判权 你要你每一条都要跟国会沟通 因为他要顾他的选举啊 可台湾人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我们给总统权力太大 要不就像美国的总统制 要不就像英国日本的内阁制 让每一个主政者 他都要面临面对民意的考验 现在不是 我们每天咨询的都是 荣耀台江一花这种人 真正的权力都是躲在总统府里的那个人 或者他背后的金普聪 都乱了套 所以我真的要拜托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节目观众朋友水素很高 宪政的议题很冷门 所以今天江一花开的计划 就故意欺负大家 说我们关心的是 断钱的问题啦 经贸的问题 可是本质上 就是权力分配的问题 是制衡的问题 所以我很尊敬 学生所提出的诉求 我认为胡大哥讲的 已经是几乎快共识了 这个胡帽的议题 就是退回 这个行政院 然后在委员会 你就 你政院摆已经出来了嘛 你就赶快复委 然后我们就好好讨论 然后决定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我个人的浅见 我不代表学生 我觉得就是退场啦 就这样啦 学生的意见就达到了 然后至于名义上 因为审也是多数决嘛 到底是 像刚刚的委员 我们实在聊得很好嘛 其实政院版的 跟民间版的 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折中 搞不好就是最佳版本嘛 这就是民主的价值啊 那你结果呢 告诉我们说 不好意思 你就算通过这个条例 福帽照耀审 跟这个无关 那我觉得就太没有诚意 所以我最后讲一点 我要再次呼应 胡大哥讲的 是支持吧 因为现在委员会 都已经做出决议 退回到行政院了嘛 然后你的政院版 也已经送出来了 我们就好好审 两岸监督机制的条例 然后通过之后 再来审福帽 然后同时召开 宪政会议 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情 就会是个圆满的落幕 不可能 他不可能这样做 让伍生先讲 我想先还是表达一下 我个人对于 刚刚农部长 还有江院长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农部长 对于我们学生说 行动一百分 然后思想薄弱 那是一种表明上肯定 其实很严厉的指控 那其实那农部长 主要点还是程序正义 那关于程序正义 我想我跟伍山 刚刚这方面都讲很多了 就不多讲 那我是觉得农部长 他是具文化部长 但是却没有 不能理解我们的思想上的 这种为什么要站出来的信念 我是觉得蛮遗憾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还有就是 我想引用一段 江院长在以前的谈话 我想他对于农部长指控 其实他很久以前 就已经帮我们回应过了 那江院长 以前还不是院长的时候 在2006年 他曾经投诉过一篇社论 那标题就叫 龙小姐您误解宪政民主了 那里面在讲 他里面的大意是说 民主绝对不是 只是一个四年一次选举的东西 那民主宪政的核心精神呢 是在于 统治者他的权力被限制 他不会滥权 而非滥权者 他可以得到任期的保障 如果 如果因为 现在我们国家制度 已经将选票普及于每一个人 然后国会议员有定期 全面改选 那就误以为 人民上街头抗议这件事情 是不重要不需要的话 那绝对是误解 而且低估了 维系民主他所需要的动能 所以对于农部长指控 那我想江院长 其实很久以前 把我们回应过了 立宏今天神情都很临重 我看你都还哭了 你是觉得说 好像这个僵局是什么 解不开 还是说学生提出来 或者是一位老师提的 已经没有办法 就看到什么 整个马金政府 整个反击之后 他底线也化了 时间也化出来了 你觉得这东西没有解吗 刚刚胡大哥跟天宁不是提了 就退回去行政院 然后监督条例先过 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行 是什么 马政委不会退让了吗 说实在的 我难过是因为真的看到了马英九 江一化这些人 这些卫君子 他们过去在学界讲了多好听 马英九在执政之前 在选总统之前 讲了多好听 马英九的竞选 他的声言是要重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一个司法独立 不会再被政治操弄 国民党不会专善政治权利的一个国家 结果马先生你有实现你的承诺吗 如果今天公平正义的话 我们两位学生 在刚刚讲话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雨带眼泪 是啊 他们都在哽咽 都在流眼泪 一个当了总统的人 一个六十几岁 只差一岁就要领老人年轻的人 怎么舍得二十出头岁的年轻人 感受到这么强烈的不公不义 而这不公不义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你马英九 你不是想跟学生对话 你只是想用尽手段 逼学生自己退场 就好像中国他只是差没开枪了 我相信马英九应该很羡慕说 我可以把中国可以把武警 我可以把坦克车开去 就是对群众开枪 那很好 一次解决 我不需要管理民间的诉求是否震荡 我不需要管理是不是地方官员出问题 我今天反正先开枪再说 先镇压再说 安定压倒一切 马先生一定很羡慕 他今天还要去 但是我跟你讲 他心态是一样的 马先生的心态是一样的 他我不需要跟你学生谈 我不需要接受你的诉求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 我马英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不需要管民主 我不需要管公平正义 所以你可以看 张安乐带人去打人 警察说 我没看到啊 是不是 张安乐有没有中国籍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说有 说他已经入籍中国 成为人说 他是偶尔国国民 你可以看出来马政府现在多么袒护张安乐先生啊 他多么需要张安乐先生啊 张安乐先生是被得到马英九的鼓舞啊 得到这个体制的鼓舞啊 让这些学生 有白道的威嚇 有黑道的恐怖恐吓 是不是 面对了警棍的压力 他其实就是要逼退学生 你再看看 在对照他们过去这些人 不管是龙印台 不管是张仪化 不管是马英九所讲过的话 恶心啊 真的是恶心啊 我难过的是什么 我出生时候是戒严时期 我念大学的时候还是戒严时期 但是 我大一的时候被记大过一支 大一暑假 为什么 只是因为 我在编正式系学刊 我们学习出送上去的稿子 到学期末 期末考了 还没有省下来 没有省下来我们就不能印 开玩笑学习出送所有的文章都送审了 到学期末还不让你登出来 所以 我火大我就印 一个大过 这样就一个大过 在那种戒严时期 后来看到台湾各种受害运动 开始戒严了 野百合学运的时候 我人在马祖当兵 我无缘参与 但是台湾的那个时候 这种百费待举 感觉起来 各种民主的声音起来了 人民的意见受到动视了 那种 那种我觉得台湾开始 有活力的时候 我想不到民主化二十年下来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台湾好像回到三十年前的戒严时期一样 马英九完全用一个人绑一个党 再用一个党来绑一个国家 他遂行几次 服貌就是用这种方式嘛 他现在也真的不想跟人民沟通 你在业党也没有力量 今天连在业党都成为无力者 你看他今天通过的那个 立法 行政院通过的那个什么监督条例 那个跟马英九的 赠所税一样 是有赠所税之名 你赠不到赠所税 同样的状况 这个行政院版的监督条例 是只有监督之名 根本没有监督的之实 你就是没办法监督的监督条例 这就是马英九的诚意 他永远告诉你 我有 我有这个法律 我有阳光法案 但是阳光法案 那个往漏道 大道可以漏掉大金鱼 我有 我有赠所税 但是我争不到赠所税 他也不管 我有 两岸监督条例啊 你们协议监督条例啊 你们学生不是说要吗 我给你啊 但是 这个监督条例是 没办法监督 还有什么三个月自动生效的 那还要监督什么呢 对不对 我如果像现在这样子 我在立法院 立法院 民进党不让我开会 对不对 三个月后自动生效 那还就要监督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马先生从来不是要 恢复公平正义 马先生也不是 把权力交给人民 我必须 我难过的是说 想不到 我本来三十年前 我当记者的时候 我以为台湾可以民主化 而三十年后 我五十岁了 我就看到相当于 我小孩年纪的人 他必须要为自己民主 为未来的民主 在拼斗的时候 我难过在这里 马英九 你是历史罪人 你是台湾民主的杀手 我们台湾人的 台湾民众的水准 老角是很高的 我们一直都认为 还是有解的 你看 包括今天胡大哥 或者天宁 民进党的 他们都提出来 就是说 稍微各自退一步 都是有解的 胡大哥经常拿的是 宋楚瑜提的 你本来是整个监督条例里面 你本来就让各党 要有参与的 对不对 你要透明化 对不对 整个过程要透明化 让他每个人的力量 真正进去 可以好好去监督 这东西 为什么不能达到 这个效果呢 我们好好再去追一下 我们现在难过的是什么 当总统 金普通 你们大权在握的时候 稍微退一步 然后学生给退一步 那个结不就是 可以解开 现在看起来是什么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硬碰硬 好像是两败俱张 怎么办呢 来 现在帮我们追一下 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马总统的 态度非常强硬 他表示说 针对着学生的诉求 他已经是正面回应了 但现在 我们就来问问马总统 如果这件事情 真如你所说 已经具体正面回应的话 那为什么学生的诉求 到现在不肯离开立法院呢 这个僵局 不就是马政府所造成的吗 我们就再帮您回顾一下 帮您整理出来 到底学生诉求 跟现在马政府的回应 到底是什么 包括第一点 来看到了 学生不断强调的 也就是要先立法再审查 但是你来看看 马政府的态度是如何呢 他告诉你不需要 我们马总统 现在还举例说 这就跟结婚 也可以离婚是一样的呀 那么当然 这不就是马上 打枪了学生诉求吗 而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 在之前呢 有所谓民间版的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但是呢 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呢 他在立法院 已经被阻挡了 108次了 但说也奇怪了 这个时候呢 行政院动作倒是挺快的 在今天已经火速通过了 行政院版的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而且呢 还强调说啊 当中有所谓的 四个交通机制 加两个国安审查机制 但是呢 这个版本 刚刚立红哥也讲到了 这不是非常空泛吗 而且感觉出来 马政府就是在敷衍大家嘛 而同样来看到了啊 包括了学生诉求 希望说呢 能够直接退回服帽 来重启谈判 又或者是呢 退回行政院的部分哦 来看看 这马政府是怎么回应你的 他直接告诉你说 不可能 而且不会再退了 你可以发现呢 国民党立委呢 非常是强硬的 在连续两天当中 都给你排了 这要审查服帽的议程呢 而另外呢 是才告诉你啦 现在退回这内政委员会呢 已经是马政府的 最后底线了 而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学生也提出来啦 希望能召开 国民的公民的宪政会议 但是马政府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经济最重要嘛 当然是要来开 所谓的经贸国事会议 而且呢 现在马政府不断地提出 各种方法呢 就是希望学生啊 能不能够退出立法院呢 还强调说呢 这是要恢复国会的运作 但是我们就来问啦 学生直接告诉你 他现在是所谓的退无可退 为什么会到退无可退的问题呢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担心的是 这个僵局到底该怎么把它解开呢 难道问题 真的是应该要学生来提出来吗 还是说马政府 你身为大人 应该要来帮学生解决问题呢 而讲到所谓的退场机制 其实在今天 学生代表林菲凡 也有这句说法 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关于退场机制的部分 我的说法是这样 我说的是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如果真的能够复委立法 那后续要不要撤场这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讨论 所以并不代表说 并不代表说 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 我们就会离开 我们会继续坚守在国会议长这边 那当然我们不会放弃 任何对话的可能性 今天本来以为是有好消息的 彭博说什么 彭博这个资金报导说什么 林菲凡接受专访说什么 退场是有谱的啊 只要先审监督条例 我们就在谈 就林菲凡刚刚就讲了 不是说你一拿出来 我们就要退 是还要再讲 所以行政这边看起来 目前老讲 立场还是很坚硬的 那现在我们更担心什么 马逊我看起来不退啊 这整个条例拿出来 条例没有错 照立法院的习惯 立法院的这个法律规定 就是说各种版本可以拿去审 可是你为什么今天提出一个 行政这版本是这么硬的 林菲凡讲的 大家呼吁说你退到行政院 稍微晚一点点不行吗 他完全不退 我自己看了 我刚刚也在回应 就是说整个赖看 他的这个防线 他其实已经组好了 他其实就是要拼选举 就是要拼蓝绿对决 你如果不从这个方向去看 你是看不到 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 你不要忘记 昨天白狼取消了几个 上节目的这个通告 他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了什么 警察告诉他要清理现场 要清理异常 是他说的 他说警察告诉他要清理异常 大家问他说 为什么前一天五点钟就走 那也是一个共谋 大家讲好的 那回过头来 他讲这个话可信度高不高 哪个警察敢这样跟他讲 不管高不高 但是他可以大嘞嘞的出来 讲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面对这个社会上 有争议的人 他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 对外去宣告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觉得在这里面 你看不到那个黑道白道之间的暧昧吗 我觉得你看到了那个中间 权力上面在这里面 如何去操作跟运作 也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总统出来把这些人 骂了一大顿 然后用了一个过当的 过时的这样子的一个 惩治条例 然后去说这样的话以后 马上就接到了 法院马上就接到了 传票这样的一个事情 马上发出传票这样的事情 那后面的威吓 你再回来看这一件事情 这里面看起来有交集 他让你模模糊糊 看起来有交集 我有 你要啊 你要这个监督条例 我过了一个监督条例 而且我火速过了这个监督条例 不管你内容 我就给社会大众说 你看他要了 他要一块 我至少给你五毛了 我给了你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实质的内容 大家今天去讨论 他说可能是个空猫蛋 但是他回应社会的是说 我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你去讲那个公民宪政会 他完全不敢去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围急到 马将精的权力结构 你如果去谈这件事情 我讲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 红三军的时候 他跑去问施明德 说你是不是要选总统 施明德告诉他说 你要去推行 所谓的内阁制 他上来到现在 有去处理内阁制吗 没有 他要绝大的大总统制 在这个大总统制到今天 你如果去谈公民宪政会议 刚刚大家讲了 这个权力结构要释放出来 他长期以来 国事会议都不想要给大家 去分享这个权力 重新分配 做相关的处理 完全不要 他告诉你 我体制内就可以解决 他完全不想要在体制外 去搭建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那个权力平台 让大家来对于 国事有所谓的参战 完全不要 那你今天谈公民宪政会议 要来动这个权力结构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答应 他完全不可能答应 他把它视为洪水猛兽 所以你看他在这里面 做的完全就是政权保卫战 在这个政权保卫战 他搭起来的一个平台 叫做经济国事会议 他是要处理什么 让福茂这个事情 有个下台阶 能够让大家 社会大众 就说我们大家来拼经济 然后把福茂这些问题 以脱带变 各个方面去做急迫 想要让福茂过关而已 所以你看他处理的是什么 处理的非常简单 处理现在你没有正当性 你的学生的要求 我通通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办法的解决 想办法的处理 你完全没有正当性 然后不断的约合说 你是违法 你是非法 你非法 他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他要处理的是什么 他再接下来 大家要看到 到底是不是真的 像白狼讲的 他会去清理现场 你也去看到了 这样一话 昨天去送了30万块钱的家 家菜金 跟警察讲 你们辛苦了 到现在回不了家 不是我害的 是他们害的 他不断的在这里制造什么 制造对立 制造对立的最后是怎么样 蓝绿对决 蓝绿对决最后怎么样 他要在这里面 刮收他的最大的政治利益 拱固他最大的权利 他有要解决问题吗 大家期望他解决问题 但是他全然不从 这个方向去处理 他在拱固他最大权利 他在拱固他最后两年 这个过程当中 不被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做的任何处理 他还是我说了算 他一直在拱固一个 就是我说了算 你们旁边在讲什么 听不到 蒙着 耳朵蒙着 眼睛也蒙着 通通都听不到 呜着呜着 他要做的就是 拱固最大权利 拱固最大权利 不一定要解决问题 特别是最好是造成对立 蓝绿对立以后 他百分之九的这个支持度 马上扩张成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消费的是什么 消费的是全民 他号称要做全民总统 但是他不是 他是切割分割对立 获取最大权利益的人 在这里面 你要想让他出来 收拾善后解决问题退让 不可能 他进来在做的是 再接 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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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悬运 让你赶快自己 夹着尾巴逃走 他在考验的学运的能量 接下来这几天 三天的假期 学运的动能有没有办法 再继续创造一批高潮 第一篇 第一次 3月23号冲撞行政院 创造出动能 3月30号 你创造出50万能动能 这个礼拜4月6号 你能不能再创造出动能 他在考验你 他在威吓你 他在压缩你的可能性 请问太阳花会不会刁尾 大家在看 他在不断的施压 是不是压不扁的太阳花 在过程当中 你们要承受更大更多的压力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不过今来你讲到这个学生的动能 其实呢 学生现在确实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 因为他面对的是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机器 其实呢 除了这样白档 白档呢 现在可能要约谈之外 我们再来看 其实在媒体的宣传账上面 其实也 是不是已经开始操作了 我们来看 同一份报纸 这一边呢 这个版本写的是 在现场的住户 抗议太吵了 说住户快要抓狂了 然后另外一半呢 的这个 我们来看到这个社论 你看他的标题下的是什么 最终还是免不了 要走向意识形态 所以请教中信兄啊 其实确实啊 现在另外一种声音 慢慢起来之后 马政府现在呢 我就掐准另外一个声音 我就是不退回福贸啊 你要公民会议啊 我就偏偏给你来个经贸国事会议 所以在这样将局 再持续下去的话 学生要怎么持续下去啊 是难力对决吗 是选举吗 是意识形态吗 是太吵吗 通通不是 我的答案是 我们年轻人要决定自己未来 那才除掉 其他听听就好 那不重要 我看到龙印台的言论 我想起美国诗人 Frost一句话 年轻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激进 不然啊 你老的时候会非常保守 他已经被龙太后 比慈禧太后还保守 我早就说318学院就是 1919年的武士运动翻版 是1968年的化国学院翻版 富士年后来做台大校长 68年化国学院 后来都做成化国的总理跟总统 我是这样看待学院时代 我始想对年轻人这样说 拖电视 门子说的 持其志物抱其气 千万不要英雄气短 不要跟那个项羽一样 到江边就自杀了 要比气长 如果你认为你的价值信仰对 那就是 虽千万能无网易 绝不退出国会论坛 这里面要寄予这个王清明院长 Century叫庇护所 古代叫教会 Church 当代就是国会论坛 当有政治意义人士进了国会论坛 国会议长 你应该给他们庇护 这是国会自主精神 国会自主就是 如果没有王院长同意 警察不能进一场叙利学生 其实整个立面围墙内 这一点王院长 你可要坚持到底 这是你的历史定位 从2000年到 今年已经经过14年的 两次政党人体 我是一个富裕 难道我们不能学习解决分争吗 要像今天叙利亚一样吗 二 难道在国家利益 全民无子不能找共识吗 第三 难道台湾不能作为全球的 有的是华人地区典范吗 我对台湾充满信心 马云九总统 你是一念之间 你要做troublemaker 继续制造问题 还做peace maker 解决问题呢 你的一念之间 但是我们很清楚 康德说的 人类的天然使命 是替下一代营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马总统这一点已经被否定了 其实马总统一点不重要 这样一话不重要 龙颖台不重要 不值得再提了 但是我要对三个在野党主席 提出很郑重的服役 苏贞昌 宋楚瑜 黄空飞 请你们共同站出来 停学生手提的诉求 两岸监督机制的立法 这合乎在野党精神法 不要忘你们 你们是保持沉默的 同样的不要忘了 政党也是宪政机关 不要忘掉你的职务 同样的 我要对学生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面 在我大学时代 坦白讲 我们在学校只能做地下党 对不对 还不能公开活动 台湾学生已经做了 1949年以来 任何大学生做不到的 公占立法院 公占行政院 只差没有公进总统府了 当然有一位人士 已经开卡车冲进去了 对不公不义的政权 这叫抵抗权 毋庸置疑 不用再讨论 哪怕环境在困顿 绝对不能放弃希望 这就是你们的底线了 先修法 建立两岸基督机制 这是底线哦 不能撤退哦 撤退你们 什么都没有了 同时啊 我再把政治书拿出来 当一位英国经营学家探讨说 未来被出卖了 被出卖未来的时候 我们要绝对肯定台湾学生 我希望所有学生 习有的人民站出来 站在他们那边 因为他们要把 失去的未来找回来 第二点 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当他们在建构自己的未来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们机制 给他们退长机制 给他们未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跟承诺 罗伟 我看今天陈伟挺多大骂 他说行政令拿这个监督条例是什么 是欺骗大众 这总统或者立法 一定要赶快出来讲啊 刚刚天宁也讲到 我跟他私下有在谈 就是说这个两岸的一个监督机制 那这个是行政院版 这个是民间版 这个是太松 这个是太严 这个是根本假如说 照那个民间版的定下去的话 那几乎两岸的任何的协议 绝对不可能办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两个 两个版本之中 取一个折衷 取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 你太松 那当然大家认为说 你有等于没有 太紧 自然难行 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用谈 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妥协 一定是大家互相各退一步 那假如说你都 大家都僵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两败俱伤嘛 你说学生 学生这样的生活好过吗 其实有时候每天进过 那个立法院 进出立法院的时候 看到 因为我每天早上 我都很早到立法院 那六七点到 那有些学生睡在 睡在那个马路上 帐篷里面 那下雨 那湿答答了 其实很辛苦 其实你说里面 里面还有 还有说 还有警察保护 其实真的危险 是在外面这群学生 这群那个 参峰露宿的这群学生 确实是很可怜 那当然 大家都在谈说 马总宏这样的作为 这样的强硬的作为 就是要激起 所谓的蓝绿对结 那假如说真的能够 激起蓝绿对结的话 那大家传统上都认为说 蓝大于绿嘛 大家都认为说 有这样的一个 为了选举考量 激起蓝绿对结 那假如说真的能够用 胡帽这个议题 激起蓝绿对结的话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 胡帽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再做一个多 超过那个太多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操作 或意识形态的操作 其实应该是在这个 胡帽的议题上面 是应该是操作不起来了 所以呼应马总统退一下 包括包括你说 你大家在谈说 什么荣应台的花言 或者是江源化花言 其实荣应台的花言 各自解读 其实在那个蓝 就是支持蓝绿 尤其是很深蓝那一群的 那些族群里面 是骂死荣应台 他说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学生 你爱死这些学生呢 所以他也被他骂了要死 你看看他那个 那个很难的 那网上说 妈总统你用臭人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人呢 也是把他骂得很惨 所以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的花言 都会挑动 那股那个各自然力的一些神经 包括我们在这边讲话一样 假如说稍微讲一种 骂了人都有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个很两句 很紧绷之下 大家都要很小心 而且不要说触到 那个大家最敏感的那个神经 那你说在整个目前的这个过程 总统有没有退让 他也退让啦 他包括说好 我们现在怎样 逐条来审查 或者是说 也有我们很多委员建议说 好嘛 就让那个什么 两岸的那个协议监督条例 先通过嘛 再来审嘛 今天问题是今天提的案子太硬了啦 对 那你今天 所以我就讲嘛 各自大家可以来讨论嘛 一个太松一个太紧 那怎么来协调嘛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是双方各退嘛 你接 你不能说 我提出一个怀疑啦 如果党技一动 要你们支持行政院板 你们还不是要全部举手啊 不是啊 我跟你讲哦 我之前你讲这个就是比较那个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就你说你在学校里面念书都被人家记大过 我是从小从幼稚眼念到博士班 我都没有被记过 可是我在国民党里面 谁啊 一天到晚警告啊 什么申戒啊 对不对 就像你们说 你们拿到船票的话 给他拿到当卫生纸丢掉 我没有 我是把它贴在墙壁上啊 当做当做相关以后就 给人家看了 那学生讲一下 所以也不是说 一定说一定 我们会分析 其实你说胡茂 坦白讲啦 你胡茂现在的主控球 就花球钱不在我们了 讲又马英雄 为什么你不敢面对现实讲 就从中国大陆啊 那你胡茂不见 胡茂不能签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就是我们没有进入我们产业政策吧 我想先谢谢 刚刚胡大哥的鼓励 就是我想 我们对我们所有学员来讲 坚持到底都是我们共同信念 那林飞凡在 就是 还有陈卫庭 还有所有人 所有人包括我 我们在进场的第一天 那林飞凡就跟大家讲 我们的信 我们可能会输 但是我们一定要赢 那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的信念 然后 我知道 有些人在指责我们学生说 我们态度太强硬 而不知道退让 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事实 我也同意刚刚挪委员说 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 所以我想刚刚影片上 前述林飞凡的谈话 我觉得他已经表达很清楚了 就是 学生这边已经释出善意了 就是 既然 现在我们都同意 应该要立一个专法 那马总统 这边也有一个政院版本 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民间版本 那当然我们对于政院版本是有些质疑 因为我们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就地合法 那主要还是行政权主导一切 所以对于我们要求 其实来说并没有回应我们诉求 对于现况改变不大 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谈 那像刚刚挪委员也质疑说 是不是我们版本太延了 对那就像挪委员也质疑说 我们都可以谈 所以我认为就像刘云讲的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共有的 对共有的基础之上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把政院版还有民间版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各个版本 像听说台联他们也要自己提一个版 民间所有的各个版本 那我们都一起把它复委进去里面讨论 到底里面这个松井是要如何拿捏 那我想在这个之上 我们其他更多对话都是可以展开的 所以易亦 跟他们讲的很理性啊 就跟林霍远今天讲的是一样的啊 所以看起来是有结嘛 对不对 就在监督条例里面 真的把各式各样的版本 不是只有形成自己的版本 民间版然后好好在审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结 可是现在单级是什么 像马松王看起来是已经硬碰硬了 他打那个耐力战线 问题是再耗下去 老讲学生也受不了啊 事实上所有的问题要解决 就是在学生的一个主要诉求 先立法再审查 我现在学生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先有这一个两岸的一个监督条例 这个监督条例就是定出一套游戏规则 那这套游戏规则 将来也是解决服貌争议的一个 一道钥匙 所以这个问题在学生来说 他们的逻辑是很一致性的 张庆聪不要再排了 先停下来 必然的话退回行政院 或者至少不要再排 那为什么今天在立法院的议场会 还有学生必须要去主党立委进场 就是因为为什么张庆聪你要在 你们竟然行政院说 好我们要有监督条例 为什么你们还要在 把服貌又排入这个委员会的议程 这为什么 这感觉上就是两面手法 所以这个马英九他的政府 包括现在国民党张庆聪 他在排这个议程 他们给学生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你们是完全没有诚意 所以这个信任度是零 完全没有信任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叫学生去做一个退场 如果学生万一退场了 那马政府就把他的意志 又开始灌进去了 又灌进去 然后等于学生这17天来 白忙一场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不管是在议场内 还是现在在议场外坚持的学生 因为我这几天在外面有陪着他们 我觉得在议场外的学生也是很可怜 因为这几天天气又变冷了 又下雨 下雨的情况还蛮严重的 所以他们是湿答答的 而且在昨天 因为白人来后 昨天还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两个人在公通 我们那边可能有两个 那个民运的前辈起了口角 他们起口角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竟然有两个不明人是 起会打这两个人 然后这两个人马上 所以警察马上又把围住 然后把这四个人都带 带到那个分局去询问 那我们要说的是说 为什么是到底 谁挑起了现在所有的敏感神经 谁把所有的对立面拉到最紧 就是马英九嘛 马英九你现在一方面 你对学生 你用文攻武后的 你用